快递送货员忙翻天 迎接中国大陆双十一电商节 官方统计光是11月1号 单日邮政快递收件5.29亿件 比上个月暴增7成2 然而投递件数只有2.74亿件 衰退近1成2 因为物流被疫情拖累 要求我们所有的从业人员 每天一检的核酸检测 持这个20小时核酸散感 除此之外 现在国外来的包裹要禁至一天以上 根据业者数据 河南 广东 湖北 山东 海南 重庆等地 都有急货转运点 因为疫情被关闭 我们都会进行消杀 消杀完之后是尽快的 放到每个区域的小哥手上 然后让小哥尽快配送到每个客户手上 每天大概都是从5点的 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10点左右 同时快递员进入 中大百大缺光榜的前五名 因此大幅加薪抢人拼双十一 一个人大约在一天在三百到四百之间 封控卡住的不只是人的生活 还有包裹的运送 让双十一购物的快乐被打折 体力新闻综合报道